哈囉哈囉 各位同學 我們現在要介紹的是環節動物 那這個單元呢 除了環節動物跟節動物 這兩個動物呢 為什麼會擺在一起呢 因為他們身體開始進化出 一節一節 分解的構造 所以環節動物呢 第一個 他身體不但柔軟而且怎麼樣 有一節一節 才分解 身體柔軟而且有分解 那問題是這一節一節什麼意思呢 就是每一節都很像重複的一個單元 每個都相似 對 而且呢 分解 分解是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一個很重要的演化 所以你們要先知道一下 這叫做體結 我們人有沒有分解呢 有 脊椎 其實人有 脊椎 你看脊椎是不是一節一節的 對啊 那我們這個手肘就可以 這個 你可以猜一下 其實 好同學 其實分解動物像 你們知道麻花蟲沒節一節的 有 它是叫做節肢動物 那其實你吃魚 魚的肉是一塊塊 那其實也是一種一節一節的 所以 我們身體有沒有分解 其實是有 就是看脊椎骨就知道 脊椎骨也 其實 你可以吃那個 雞腿啊 或者吃什麼 好 所以 環節動物呢 他們身體都有分解 第二個 我們要知道哪些動物是環節動物 你要把它背起來 好 有三個 一個叫做 蚯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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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來是 水智 水智呢 又叫做 馬黃 因為它會吸血 吸血 馬黃 它吸血要叫馬黃 就是 就像蚊子要 有那個賓士圖案 對 那還有什麼呢 這一個是海生的 叫做 沙蟬 蚯蚓 彈寶寶的蚕 沙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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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們先來一個介紹 蚯蚓呢 各位都知道在土壤裡面對不對 對 蚯蚓是一種雌雄同體的生物 那 各位 我們來複習一下 你們學過蚯蚓的一些概念 蚯蚓呢 它的血管指引哪一種循環 嗯 避所視 沒錯 好 好強喔 避所視循環 你說它具有什麼呢 那個 那個 具有微血管 好 避所視循環 那蚯蚓比較特別就是 它身體呢 其實有分很多結 嗯 它有 其中有一結特別明顯 這一結叫什麼 這一結叫做 環帶 它是負責生指 就是可以切其他地方 但是這一結不能切 它的生殖器官都在這個地方 為什麼都要聚集在這個地方 對 欸 因為 它被別人切 因為開始有所謂的集中化的現象 就像 就像我們的頭上面有很多器官對不對 對 眼耳鼻舌都在頭部對不對 那高度集中化就是 訊息傳遞會比較快 好 所以呢 所以我把它那邊踩爆它就死了 對 如果這邊它被破壞它這邊會死掉 那如果 其實 留那一塊 有個錯誤的觀念就是 同學以為說 我如果把它切一半 它就變兩隻 對不對 沒有 其實不是 它只是在生 它不叫 不叫做 斷裂生指 因為斷裂它不是說 切一半兩邊都會生 不是 只有有環帶這邊會怎麼樣 那你總是知道哪邊是頭 哪邊是尾 看環帶 環帶的地方就是頭 你剛剛把環帶切一半 它就掛 對不起 它瘦上就會死掉 所以如果切一半 它屁股那邊就會 它都會縮成一朵耶 對 那邊會比較大嗎 對 那邊比較大是白色的 這叫環帶 那同學 這個呢 蚯蚓呢 它其實它是有血管 也有心臟 所以 這邊是它的那個 生殖的地方 生殖的 區域 好 那麼呢 邱琳還有一個很特別的構造 就是它具有鋼毛 它的身體呢 雖然看起來很光滑 可是你摸摸看 它那邊一顆一顆的 瘦 對不起 只有它會有嗎 對 它有 我等一下畫出來 這東西叫做鋼毛 鋼毛呢 其實是一個角質化的構造 它有做什麼用呢 它是用來爬行的 你知道嗎 就像那個輪胎 上面要不要有一些磕痕 為什麼要有磕痕 可以 太 增加摩擦力 對不對 我們的鞋底也都是有一顆一顆 對不對 對 所以 不然太光滑會滑倒 就像那個保齡球鞋 對 這個可以讓它 讓它怎麼樣 往前爬 所以它會運動 運動 抓地力一下 那 那蝸牛咧 蝸牛沒有 蝸牛沒有 蝸牛用黏液 蝸牛用黏液把它拌過去 這樣 好 同學 那蝸牛還有什麼要注意的呢 沒有 蝸牛是蝸牛 呃 還有的話就是 它們主要就是吃那個 土壤裡面的落葉 它們可以幫助那些落葉 落葉 呃 它算是一種清除者 你知道嗎 就是吃那個碎屑 就是像青稻夫 對 但它也是一種消費者 只不過它是吃那個落葉 這些齁 所以 人家說如果有蝸蚓的地方 土壤會變得非常怎麼樣 鬆 肥沃 而且它會鬆滅 所以我們學校 我們蝸蚓 有一陣子在研究蝸蚓 老師 那個排球場上面都有耶 對 那 那你們知道 為什麼下雨之後 蝸蚓就會跑出來 因為 因為那種人在水 太濕 對 就是 其實蝸蚓是用什麼呼吸呢 它有那個 它的肛毛 不是 它有四部在呼吸 皮膚呼吸 所以它的皮膚很濕潤 皮膚 有 有很多的什麼 皮膚 有很多的這個 微血管 它用皮膚呼吸 所以它 你每次看到蝸蚓 要永遠皮膚都是怎麼樣 濕濕的 那其實蝸蚓很怕紫外線 所以它會躲到皮膚裡面 好 這樣可以嗎 它是用閉鎖式循環 比如說它具有什麼呢 具有 微血管 然後第二個 它用皮膚呼吸 然後它是磁熊同體 所以它 就是它的身體區域 它用鋼毛的運動 因為下雨 裡面太濕了 裡面太濕了 缺氧 缺氧 好 第二個 水智 同學 水智呢 它也是一樣 水智也是 身體有沒有分解 你看課本有沒有分解 看起來好像沒有分解 其實你仔細看 一小節 一小節 好 它是這樣 我們學校也有水智 在水溝裡面 它上面也是小小的分解 老師是下雨天水智會跑出來嗎 對 嗯 就是山區 這是它的嘴巴 山區 山區 山區的之後 好 它沒有眼睛 來 它的特別是 它呢 最底關是一個什麼呢 吸盤 三小節 它是不是用那個走路 對 是這個 叫倒立走路 然後就是它的嘴巴 它嘴巴會咬過人的皮膚 我以前就被吸過 這像一個冰式的嘴巴 它很爽 爽嗎 那時候 同學 不要講話 它大概分布在海拔 兩千公尺以下的山區 像我們學校很多 因為 我以前有一陣子 要去採集那個標本 對 這個動物就是它會站在那個葉子的邊緣 就是你如果經過那個草叢的時候 它會站在這上面 然後你只要過去它就會黏上去 而且它咬你的時候是完全沒有感覺 因為我咬一個感覺我馬上就會發現 它就會鑽到你的衣服裡面去 我們今天還教完 因為那時候已經太多了 我就把我的皮帶弄得很緊 它還是會鑽到從後面進去 而且因為我要邊走路邊 因為我要趕那個爬山 因為要到一個營區 我不能太晚回去 所以呢它就鑽進去 然後現在開始吸血 然後有一次就是 欸我怎麼覺得我這邊肚子都是濕濕的 而且還是血 我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褲子跟衣服都濕濕的 老師你可以用衛生棉黏著 那個貼著 後來說不會吧 還是不會 一般開就是 它心裡寫會不會致命 不會 它心裡寫完全沒感覺 可是它吸完它走掉的時候 你開始痛 它的 它的 傷口 它的傷口長這樣 很像冰式的符號 所以我肚子這邊有個冰式的符號 有疤嗎 有疤嗎 老師可以 謝謝 謝謝 沒有很小 大概只有0.5公分而已 很小 然後變大 那同學 水智你不要想像它很可怕 其實它在中古世紀到現代都很重要 它也都不可怕 它呢專門用來治療那個淤血 你知道嗎 有人不是手會夾到 會變紫黑色對不對 會把它吸走 對 你給它吸的時候 它口水裡面有一些 幫助你那個傷口 很吸 那它為什麼要有傷口 又要讓你癒合啊 對 因為它讓你趕快好 那所以它吸你的血的時候 你的血不會凝固 它就吸一吸 然後而且吸完又很乾淨 所以呢 它可以用來醫療 所以有一種叫 醫療用的水智 可以救活很多人 很多人就是因為 那個傷口已經潰爛 或什麼 然後就用那個醫療用 它水智不會凝固 它水智不會凝固 就吸飽就再換下一支啊 吸飽 欸那個藥腸還有在賣嗎 它水智不會就很熱心嗎 不會啊 因為那個病人已經都 很嚴重 它就會吸那個淤血的地方 把你淤血吸了的感覺 它自己都吸得很爽 好 OK 所以 這是水智 你就會比較容易好 比較快 會啊 你就看那個 它小小的可以吸到很薄 就這樣很胖 像課本這支已經吸胖了 所以它吸 你會吸 你不是 不太確定 可是就是 吸滿酒的 對會啊 像蚊子一樣 不知道 好 最後一個同學 最後一個是沙殘 沙殘 沙殘是 這裡面唯一怎麼樣 海深的 它住在海灘的海邊 好 那沙殘它看起來好像有長腿對不對 那是胃竹 那不是真正的腳 對它住在沙竹 太可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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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那跟那個什麼變成 因為它會 它會挖洞 到那個沙殘裡面挖洞 這個呢 我記得在金門還是哪裡有在賣這種 就是 就是炒那個沙殘 炒沙殘 對 我知道 應該是炒豬 對 我知道 應該是炒豬 好 所以這次環節動物有沒有問題 沒有 好 那 最後我們來介紹那個 截肢動物 老師要 老師要停了嗎 又停了嗎 好 不然這邊打停一下 想說要停囉